第一条 其实刚开始滑都挺好的 然后摔的时候我也挺意外的 就是这可能就几些运了吧 然后在第一条摔完之后 就第二场的时候 还是稍微 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然后想着就是无论如何 第二个都要站 然后先进决赛再说 然后总体来说对自己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 那这一次是在自己家门口比赛 有没有些特殊的感情呢 我觉得对于首先在中国比赛 当然我自己来说是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在中国农体班农王会 然后还能自己还能参加 但是又说我是一个单板滑雪运动员 所以说不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场地 我都只是想着把我自己的好的一点展示出来 而且您是四朝元老了 这个身份感觉怎么样 还有没有第五 确实是已经参加了第四季 但是第五季还会继续的 我觉得挺神奇的 因为08年的时候 我练滑雪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然后奥运会开幕 在鸟巢开幕的时候 我是在家里监视前看 觉得特别的盛大的一个宴会 然后这次能在家门口参加 反正在我的职业生涯里 在家门口参加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听音乐有带着什么音乐来跳呢 对就是一直听音乐 然后因为一是可以避免旁边人的一些声音 然后平时我滑雪也是喜欢听音乐的 所以就是很放松 有喜欢的鸟单 对我有一个我自己的那个 专属滑雪的鸟单 然后也有一个就是我的 那个新的那个 favorite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最最喜欢的一个鸟单 对 但是后面再透露吧 如果第二滑 我那么那个backside rodeo 战胜功的话 今天会特别特别开心 对我觉得我 可以落下来 但是可能太想落了 然后有一点离开草币有点远了 所以明天继续吧 央视新闻的网友 明天决赛见 谢谢大家的关注 特别紧张刺激 激动兴奋 而且我们有很多网友 在这边留言说你的名字很好 亲家 对 很很有缘分吧 跟冰雪 就是跟这个项目也特别亲 对 所以 碰巧了 那今天对自己表现 表现怎么样 嗯 还可以吧 因为在家门口嘛 我正好我 我家是秦皇岛 所以很紧张很激动 然后我现在都很激动 我现在感觉舌头都大截了已经 因为我还在整个最终的分数 能不能进入到决赛 应该是搭末班车进应该是可以 但是知道会不会有意外 所以我现在也在等 哈喽大家好 我希望明天就再见 谢谢 谢谢 拜拜